哈囉大家好 今天又要來開箱一把這個Foldstone的GX AUTO 這把樂器有什麼特別的呢? 首先我們要先幫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GX算是Foldstone比較中階的樂器 那它不是最高階的 那這把呢是在今年大概七八月的時候 然後發表的一個新的表面處理 就是這個霧面晶漆 這個晶漆它是有點霧霧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叫它霧晶 然後我自己其實是非常喜歡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非常的耐看耐髒 然後放久了它也不會退色 對那早期啊 Selmer的802也有出這個顏色 那在去年的時候 Selmer的這個阿道夫紀念款 它也是出了一個這個霧晶的顏色 對那有人又會稱它為這個法絲紋 但是它這個比較沒有那個 法絲的那個紋路很明顯 但是顏色是類似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漆面可以供大家選擇 那有些人可能不想要 就是樂器是很無聊的金色 那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呢因為不一樣的時候 又會有一點太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就很適合 它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看起來就是也不會是一個太奇怪的顏色 對那還蠻美的 OK那大家可能最好奇的呢 還是它這個音色 究竟跟這個一般的金漆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我們就來測試一下它們兩把的音色 雲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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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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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